叔伯 诸位叔伯 诸位叔伯 你们不能这样对我 你们不能这样对我呀 叔伯 你看 我是九周天的公主啊 那请求白晴她还威胁我 让我来天津这儿里子 让我去上 去守落水之宾 求着秦苍的东黄忠 永生永世再不上天 对吧 对 免礼 太子殿下回来了 本军今日恰好回来 听说大殿上发生了事 特地来看看 你也该来 说起来 这都是你后宫的事 却要让本地军主持大局 也是为难 是 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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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会肃静做主啊 叶华 你放心 本军今日来 就是为你做主的 娘娘 你是谁 是我呀 娘娘 我不认识你 你不用救我 娘娘 他是谁啊 我不认识的 让他走 不要跟着我 让他走 这是 人呕 天君 叶华 这是怎么回事 儿臣在凡间礼节时 肃锦做了这个人偶来诱惑我 不知按照天族律法 父君认为该如何处置 用妖法邪术 魅惑天族储君 当隔去先及 坠入畜生道 记下 是 不 这个不是我做的 不是我做的 不是我 怎么今日 连北海水军也这么闲 竟带着大皇子来大殿 我做的事 儿臣今日 就是为了元珍 曾经被错判的案子而来 错判 你是说本君当初 错判了 元珍 将那日的经过 如实说来 是 天君 帝君 各位叔叔伯伯 元甄给你们请安了 不必多礼 直接说吧 今日本帝君在此 会为你主持公道 是 元甄没有调戏过宿敬娘娘 那日天君生辰 我陪着父君来贺寿 父君先去面见天君 让我在外守着 宿敬娘娘就在此时 来到我这里 说天君其实在喜无功 还笑着说要亲自带我去 后来 宿敬娘娘就用仙法使我昏迷 还把我灌醉 扯开我的衣服 我再醒来的时候 宿敬娘娘就哭着 喊着说我调戏她 场面十分混乱 我就傻坐着 直到看着她 要拿白玲来上吊 天君您就来了 大概就是这样 我都说完了 说得不错 很清楚 宿敬 你可有什么要反驳的 她在说谎 明明就是她喝醉了酒 闯入我的寝殿 要对我图梦不归 她说谎 好 袁珍 那时是你第几次来天君 第一次 所以宿敬你以为 一个第一次来九重天的人 会顺利找到喜无功 又从喜无功诸多寝殿中 找到你的寝殿 去飞离弥弄 我 丈夫 想不出理由来 就先不要说话 那勒须娘娘以为 这陷害天君之孙的罪 该如何算 除去仙剂 贬至畜首当 司明 在 记下 是 这还没有开始审宿敬 和白遣上神的案 怎么就已经这么多罪名了 不 天君 天君 你冤枉我 你和秦秋的白风交叉到一起 你们冤枉我 冤枉我 方司徒 天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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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给宿敬做主啊 天君 他们 他们都是一群小人 你不要听他们的 他们都在一起冤枉我 他们冤枉我 天君 你的意思是 本君也是屈颜服势的小人了 身为本君的侧妃 竟如此污蔑君上 这 又是什么罪名 那这罪名可就大了 要比前两者的罪都要大 肃锦 你可要想清楚 我 我 月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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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对我这么狠心 你不可以 快到你忘了我 从小陪着你一起长大 我刚才 我刚才就是一时急了 荒了 月华 你不能跟着他们一起这么污蔑我 你不可以 不可以 本君是天族太子 绝不会骗袒任何人 就算要骗袒 你该骗袒身为侧妃的你 不是吗 不 你从来都没有骗袒过我 从来都没有 永远都是把我往外推 无论我对你有多好 都没有用 都没有用 这接下来还要审吗 以白浅上神的人品 对比面前这个劣迹斑斑的女人 如果再审下去 恐怕日后青秋会埋怨我们 相信这种人 去冤枉青秋女君吧 确实不用再审了 傅锦 你真令本君失望 太失望了 臣以为 帝君说得有道理 庆显的是 今天大殿之上都是自己家里人 没有将这件事情的影响扩大 作为从小抚养苏锦长大的儿臣 交出这样的女人 也是很惭愧的 请傅君早早下旨 将苏锦处置掉 以免以后再生出什么事端来 臣复议 臣 也无话可说 臣也复议 叔伯 诸位 叔伯 诸位 叔伯 你们不能这样对我 你们不能这样对我呀 叔伯 你看 我是九中天的公主啊 叔伯 叔伯 你难道忘了我的父母亲了吗 当初就是他们牺牲了性命 在救了你们呀 你们都忘了吗 老爷 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怎么对得起你那忠礼的父母 肃秦 本君念你是忠祖之后 就不再追究你 做人偶蛊惑太子叶华的罪了 但是元甄的事 和白浅上神那儿 你必须有个交代 你今天就自情疗命 去落水吧 带他退下 不要 天君 我不要 我不要去 我不去 天君 你不要 我不走 我不要 不要